六大廚房細管溫床之一就要數到微波爐了 其實不少人的家或辦公室的微波爐 其實是又髒又又塌的 反而食物的時候 那些飯送汁就會在微波爐裡面到處飛 其實就會造成了細管和微生物之身的溫床 微波爐是一種常用的電器 但其實不少人都會忽略了它的清潔 令微波爐的內膽、骯髒、骯髒 其實都挺噁心的 另外微波爐除了煮食之外 還可以用來解凍肉類 而生卷裡面就會帶有大腸幹菌和山紅氏菌 如果解凍的時候整個微波爐都是肉汁的話 細菌就會在裡面滋生 加熱的時候還會產生惡臭 嚴重的話還會引起火災貼 加上細菌是會降低微波爐的效率 每次加熱的時候就會變得更加難清潔乾淨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等到大掃除的時候才來清理 平日的時候就要注意微波爐的衛生 今天裝修妹就教大家幾個簡單又有效的方法去清潔微波爐的內膽 第一個方法就是準備一個檸檬、一碗水和一塊布 方法就是把檸檬汁和檸檬皮加入清水裡面 然後再放入微波爐之後再叮三分鐘 叮完之後再等五分鐘才打開微波爐 之後再用布抹乾淨內膽 這個方法就可以清潔和劈製異味 第二個方法就是要準備白醋和一碗水 先把白醋加入清水裡面 然後再放入微波爐叮三分鐘 然後再等五分鐘 最後用布抹乾淨外籠就完成了 這個方法的原理在加熱的過程當中 蒸氣可以接觸到污漬 令污漬更容易清除 而且白醋和檸檬一樣都可以做到去除異味的功效 最後一個方法就是用濕布飲少少梳打粉 然後直接擦微波爐的內籠 最後再用光布去抹乾淨的內籠 就可以有效地去除掉污漬了 以上幾種方法很容易 其實清潔微波爐內籠就是這麼簡單 那今天裝修模說你知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